手腕手指 是不是啊 手腕手指一出去 它就不会漏球了 看好吗 这个 吃住一下 看见没有 吃住一下 它这个球就转了 所以说的话 手腕手指是发球的根本 拉球也是 手腕手指是根本 反手拉也是 你看我反手拉球 手腕一戴它就出去了 正手拉球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手腕手指 它的重要性 在发球中 在拉球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轻轻拉 我都不用动 我手腕手指一戴 它就出去了 而且这个球可以拉得很爆 看到没有 这个很关键 这个很关键 你看 我每一板球到位了 我手腕手指过去 那么为什么 我抓紧球板 它就有球呢 因为我们吃得住球 我们吃得进去 如果没有手腕手指的话 你就吃薄了 一薄 它就下网了 或者说是一扯 它就出戒了 薄 你看 吃进去 靠手腕手指 你看 正手也是一样 你看 是不是 手腕手指一吃 来 说点 是不是 很简单 手腕手指这里 一吃它就进去 随便怎么拉 怎么上 我的身体都不用动 是吧 所以说 发球也是一样 我身体都不用动 那 你看一下 这个手腕手指重不重要 你看 没那么难 反手拉球 拉直线 拉斜线 对吧 拉斜线 拉直线 只要有手腕手指打球 你看 一 不难 那 其实 我们发球也是一样 发球也是一样 非常非常的重要 真的 如果你发球的时候 手腕手指用不起来 你这样子去碰 你老是感觉到 我为什么发不到 黄河教练那么拐 那么低 那么低 那么转 那么拐 为什么我发不到这种球 就是说我们都是这样子去发的 碰过去的 全部是手碰过去的 那不是我们的手腕手指撕过去的 不是我们 你看 你看我手腕一撕 这里 一撕 你看这球就很低了 就不起来了 拉球也是一样 它有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出去 正手也是这个动作出去 所以说的话 这个是比较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们很多业余球友不知道的 但不可以 itten下试